卢拉就认识一位关键人物缺席了 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于周五飞往佛罗里达州 缺席了将总统受贷移交给继任者的传统做法 这是巴西年轻民主的象征 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日称 波索纳罗似乎又一次效仿了他的亲密盟友特朗普的做法 后者也缺席了继任者拜登总统2020年的就职典礼 英国卫报等一些媒体称 波索纳罗此时前往美国是为了避难 纽约时报称 卢拉就职当天 波索纳罗在奥兰多一处房子里醒来 房子的主人是一位拳击手 也是波索纳罗的支持者 距离附近的迪士尼乐园只有几英里 面对在战期间的各种调查 波索纳罗计划在佛罗里达州至少停留一个月 报道称 几个月来 波索纳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质疑巴西选取制度的可靠性 拒绝城镇败选 当地时间周五 波索纳罗打破了几周来的沉默 含泪发表告别演说 称此次选举是不公平的 但谴责试图阻挠卢拉就职的炸弹阴谋 是恐怖主义行为 并呼吁其支持者证明我们与另一方不同 我们尊重规范和宪法 英国广播公司二日称 卸政后波索纳罗失去了 作为总统享有的司法特权 任总统期间 只有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才能对他发起刑事调查 并审判他 但现在他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司法程序 和至少五项调查 涉及传播虚假信息 攻击巴西选举制度等 有约时报称 波索纳罗的盟友表示 这位前总统正在观望 看卢拉上任后是否会推动这些调查